聞到一點小小的那種 奶香味 像野奶的味道 可能就是用糯米吧 所以他們就會一直蒸 然後去煮熟這樣子 算時間 對 算時間 然後弄好之後 他們就會在那邊做一個切割 真的 媒體都來拍過 新聞也全部都有介紹 而且它這邊就是像我們剛剛說 它一開始就是工廠 所以一進來的時候 就好像是在參觀一個觀光工廠 看到整個產業線 生產線那個 原來那邊是慢慢洗米 洗米之後 正好說成品做切割 然後切割完之後 就可以端上桌到裡面餐廳的位置 工廠穿過來的時候 就在這邊點餐 對 很多種口味五顏六色的 而且它上面還有中文告訴你說 這個大概是加了一些什麼 所以說這裡很適合 推出的人要吃嗎 對啊 這邊最好吃的 妳喜歡哪一個口味 木薯糕 還有色木薯糕 木薯糕 就是這個出名的 文萊王子 無尊最愛就是這個 木薯糕 他最喜歡這個口味 對 對啦 涼嶽糕飯只流行於 東南亞一帶的高鐵 使用糯米再加入各種植物的汁液 看到五顏六色獨特外型 口味更是五花八分耶 不過這樣喔 這裡還吃得到涼嶽風的早餐 早餐他們就吃這個 我想說也是算滿重口味的 咖哩雞啊 我對咖哩的認知 通常都是飯會比咖哩醬多一點 但是因為竟然是咖哩醬 比飯還要多 而且是薑黃飯 各位 我們好適合來這邊退休 其實這邊飲食文化 就跟我們也很相近 最棒的就是它的物價又低 然後主要氣候又更舒服 而且沒什麼天然災害 你就會覺得來這邊 放鬆養老很舒服 它這個辣度很開胃 它有點像 你在吃日本的湯咖哩 只是味道它是屬於香料味道 跟帶有一點 後面有點辛辣的感覺 對 它是可以喝的 對 就有點湯咖哩那種感覺 對 然後它的米就特別的Q 軟軟的 我早餐吃這個滿好的 有點顛覆我最早餐的想像 對 這邊還有這個啦 這個是他們的椰奶 然後椰絲 椰漿 全部混在一起 然後如果吃起來會鹹甜... 跟我想像中的感覺不一樣 它這個很酷耶 它中間還有包邊的東西啦 就很像我們的菜脯司 超貴的 那種很好吃 很帥的吃 就是你吃了第一口 你會覺得它有椰奶的香味 對 所以這個是椰絲 把它炒成鹹的 吃上蘿蔔就是椰絲 對 椰絲 其實它的鹹真的只有一點點 對 它的確是軟跟Q 因為它綠色是可能加一些 所以它有這個椰絲 對 所以在裡面的時候 那個香味是一直出來... 然後你吃到椰絲的時候 它是爽口的 我覺得 我永遠把椰絲處理得很好耶 這個有點出貨的意料 真的啊 感覺好爽口 好舒服 好幸福喔 還有這個肉粽的口味啦 這個肉粽怎麼感覺好像 妳怎麼了 妳發生什麼事 妳在學校怎麼了 妳在蒸籠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暈喔 這有點像我剛摔倒的地面 請收回妳剛剛那種 輕蔑的語氣 從我們再介紹這美食 什麼 什麼 這一個這麼厲害的東西 代表賽地文化的意義 那為剛移居過來的嘉賓成人 不要這麼激動好嗎 是說娘樂糕 因為使用蝶豆花漿糯米染色 所以在馬來西亞又稱為染種喔 雞肉 這是雞肉 雞肉啊 但是我覺得它的粽子 比我們的好像要再Q一點 我敢 但是它多那個香料的味道在裡頭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的肉粽 炒得這樣反而很解膩的耶 好像也有一些像小蝦米那種 爆香的味道 因為它的料給了很多 所以相對來講你在咬的過程中 外面那層糯米給你的感覺 就是一個最好的潤滑質 好像有油蔥耶 QQ涼涼的 對 我們現在把早餐吃完了 我們要去甜點了 肉菜繽紛的 木薯是這個 對 我吃一下 無尊的最愛 有點像我們的花筷可是 可是它的質地在柔軟一些 它的也是吃起來 它是主要剁碎那種 它會稍微有一些 你是咬得到的那種感覺 在裡面的時候 那野奶的香味是滿濃的 而且吃完之後 你的嘴巴是有滿滿的香氣 就是清香感 我想吃一下這個 看看 我剛好將那個椰子 弄嘎鴨的 好 好吃 這就是我採的 對 什麼感覺 QQ Q耶 我以為會再更軟一點 有點小紮實感耶 很均勻耶 好像可以沖到 這個肉 所以我們要再補一採 然後讓它更緊實 對 好好吃這個口感 它比較緊實 這個完全是一粒一粒 吃得到糯米的感覺 它這咬鴨醬好好吃 它吃下去的時候 甚至你還感受到一些些 顆粒分明的感覺 這個得分 我喜歡它的咬鴨醬 它這邊是 它可以買一整罐回去 就自己買回去烤煮絲 其實也很好吃 因為也是他們這邊 有名的在地的那種甜點 我就是熱煮絲 咬鴨醬醬 買了啦 我都搞不起來就說咬鴨醬 妳剛剛那個氣勢有點像 好像房企要拿出來 已經在做中介了 買了啊 我再考慮啦 所以這應該第一個點吧 對啊 慢慢看嘛 我們還有大概40分鐘 大氣一點 大氣一點 咬鴨醬 買 不愧是咱們的真小氣啊 到檳城還是一樣高耶 不過我們製作單位 可是很大風的啦 我們要買東西送給觀眾 我們啊 限量量度 送什麼 送你上面這個 他們這邊這一次為了90週年 特別推出的便當盒 它有不同的花色啊 這樣子 然後它是可以分開的 所以你要蒸便當的時候 可以拿一個一個去蒸這樣 我們就買量度送給我們的 觀眾朋友 太棒了 對 如何抽小我們會 在社群網站 社群網站裡面公布 真的是比米登推介的餐廳 從糕點到娘的菜 都受到當地人的歡迎 其實老闆娘相當有個性 有個性之外 她會戴了一個紅帽子 就像小紅帽一樣可愛 它的這個炒果條有三大特別 在它這邊蝦子特別的大 大火快爪有些會炒得很黑 但它這邊又不黑 然後再來就是聽說豬油渣 是一個經典 好香喔 好香喔 它蝦子巨大耶 對啊 它成本很高耶 而且豬油的味道好香喔 怎麼會想要戴紅色的帽子 怎麼會想戴紅色的帽子 那為什麼你的皮膚不好啊 為什麼有的人要亂 可是會炒說要他炒 或是壓他炒 對 炒魚怎麼會炒魚 也會炒魚的也軟弄 對啊 這是土耳 這種人就在爬 我也沒辦法不用炒 就是這個粿子炒 你看 我很喜歡看老闆娘炒東西 因為它就是 全部都是這樣直接用丟的 它好像沒有在 不需要去算那個份量 我這樣才有可愛嗎 你有喜歡他嗎 你有喜歡他這種人嗎 跟焦 你說你也趕著 妳也很漂亮 而且你們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它是全炭的 真的是炭耶 它很漂亮 它那個炭香味 它現在是一次炒四盤 一次炒四盤 對 然後它分開加蛋 完成一份一份的 而且馬哥說好吃的炒果條 一定要這樣ㄎㄎㄎㄎㄎㄎ的聲音 有沒有發現 主要是要鍋氣要很足 所以就是它的火會很大 所以就是快炒的時候 你也不能太久 然後就很容易這樣 這樣聲音就會很大 耶 觀眾啊 可不要誤會老闆娘脾氣不好 人家是因為要精準 掌握下料的食雞跟火 還能炒出這一盤 色香味十足的炒鬼條啦 你們趕快炭小吃看看啊 超香的 受不了 光照就聞到濃濃的炭香味 炒了50多年 它超有經驗的 我剛剛就是在那邊炒 我看它放料子 它也不會因為那炭火過大 它怕說板條可能會炒會到 它都沒有 就這樣 放旁邊 放... 感覺你這時候多問它 它就會直接 那你不要吃 它趕快就會這樣子 但是它炒有它的節奏在裡面 它炒出來就是一個很香 那整個火鍋 鍋氣好足 算辣喔 它的那個是炭火 所以它所有炒蛋的味道 拿捏得剛剛好 像我發現它的蛋 它會有一點像微焦微焦的感覺 但是另外一面又是稍微 然後我咬到這個豬油炸之後 不要害怕 很好吃耶 它除了它剛剛有那些 淋一點豬油之外 會咬下去之後 它的皮就會有點脆脆的 多了另外一種口感 然後有加辣之後 就這辣度很完美 我們外面看到的龜壓條 或是板條啊 都沒有這麼細薄 你還吃得到它的豬豬 而且醬料 它的香味是完全 巴在這個上面的 結果那味道非常好 你一定要吃吃它的蝦 跟你想像中的蝦是完全不一樣 我來慢慢的來品嘗 它的蝦是脆的耶 這個真的有點偏大隻 這個臉的三分之一都遮住了 這個整個眼睛我這邊都包住了 脆 這場蝦怎麼可以炒得這麼脆啊 因為我們昨天晚上才在 放飯的時候吃炒火條 那時候就覺得 你在路邊隨便點一下炒火條 都那麼好吃 想不到吃的 一三還有一三包 通常就是一三盧店啊 就有很多店家也都在周邊 然後既然一點的時候 因為他們這邊的文化就是會 大家都會拿各自 我們家的東西的菜單給你看 對 通常我在這邊吃的 因為對面有這些 也是平衡很好吃的 蚵仔煎 然後這個很多人也會 蚵仔煎 蚵仔煎 對 我要超級辣椒的 超級辣椒 就是超級辣椒 可是是台灣的蚵仔煎不一樣 他們反而比較像是用粉 然後跟蛋 然後是去炒過這樣子的 而且還放了香菜 我想這香菜會發酷吧 它的蚵仔煎吃起來 跟台灣的也不太一樣 吃下去的時候 它一樣會爆開的感覺 而且它其實每顆大咬都是雷同的 直接吃這個煎也很香耶 因為像我們在吃的辣椒的時候 都是醬料直接淋在上面 這個是好像其實單吃味道就很OK 鮮甜都算便宜 吃起來就比台灣便宜了 其實我覺得大家你就選好一煎 選好一煎之後 反正周邊的東西都是好吃的 就是說你來這邊 你先來看你們要什麼 這樣挑... 剛剛好吃 是啦 有沒這麼年東西又好吃 看了阿松我也想一句冰城的說